現在AI是趨勢 那麼包括輝達在下一代的AI晶片 不過在先前 我們要請教這個陳顧問 他也被爆出說 在量產之前竟然滑鐵爐 而且一延遲就是三個月的時間 是 好 我們看 首先看這是誰的報導 我們就看英國金融時報 它報導輝達的下一代的Blackware的GPU 當然指的是V100 V200 還有GB200 這三顆的系列CPU 他說設計複雜 所以使得台積電量產遭遇難關 我就有興趣了 所以到底這個責任 是在台積電量產有問題 還是輝達設計晶片有問題 對 責任方是誰 所以我花了一段時間去問半導體業 他們說關鍵不是台積電量產 不是 而是輝達設計的晶片 有問題 而且這個還是台積電的員工 在試產的過程中發現了 輝達設計的晶片有問題 所以他是一人就全存 是台積電的員工發現的 對 所以這就為什麼剛剛鴻文兄提到 台積電業績很好 對 這點可以看得出來 輝達是相當依賴台積電的 第二個就是英國金融時報 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這個難關 這個難關是跟中介層有關 前幾天報導 媒體也報導說這個是中介層 那什麼叫中介層 所謂中介層是把不同的晶片 用透過先進封裝 把它給封包在一起 所以它是凸顯先進封裝 它有很難 而且也凸顯先進封裝量產的瓶頸 那同樣的 我也跑去問半導體業 這倒真的是中介層 先進封裝遇到的瓶頸嗎 也不是 答案還是 剛剛我所講的 是揮打在晶片上 設計的一些瑕疵 對 所以這個瑕疵 那現在是很麻煩嗎 這個問題到底有沒有解決 其實這個是 講真話 這是業界正常的現象 通常花一劑算是簡單的 有時候要花半年 甚至一年的時間才能克服 所以他們delay三個月 其實是還好的 算是還好 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如果說問題不大 對企業界 尤其對做AI server的 到底影響大不大 那我們想說做AI server 第一個想到的是誰 當然是美超委 那美超委 這個美超委的執行長 是梁建厚 他就梁建厚 台灣人 他在8月6號 財報會議上表示 揮打的GPU 進度上似乎延遲一些 好 那第二個 當然就是股價 漲得很兇的 韋影 韋影的董事長 洪麗寧也透露 確實有一些放緩 其實圍影的股價 在最近也是有受到搏擊 像今天台股大漲 他還是收 對 好 那我們看到底怎麼回事 所謂延遲或者放返 剛剛講了 大概就是一季 可是關鍵是在哪裡 本來他們這兩家 尤其梁建厚跟洪麗寧 都估說在第四季 就是10月到12月 第四季的時候 會開始放量 所以不論是外資 還是一些投顧 都已經把一些AI server的營收 放在今年第四季了 而且毛利也比較高 問題來了 這些放量已經講了 放量要延到明年的第一季 才會放量 所以代表什麼 這些營收跟高毛利 會延到明年第一季 那今年的第四季 本來預估的營收 是不是就落空了 所以當然 這次股價漲回來的過程中 跟AI server有關 跟回答有關的 都會受到影響 那當然 肥魚我們看 它只是短期 第四季受到影響 如果你看明年一整年 當然不會受到影響 因為畢竟到明年第一季 它還是整個會放量 好 那我們看 回答 它既然對企業影響 雖然說短期影響有 長期影響沒有 那對我們台灣影響大不大 我們看 看對我們台灣影響大不大 首先財政部 在8月8號 公布了7月的出口統計 最新的7月出口 連9紅 其實滿亮眼的 連9紅 所以9紅就是連續9個月 出口都是正的成長 那7月年增3.1% 那現在預估8月 8月還沒結束 8月還表現還不錯 還能夠連增6%到9% 可能會連10紅 那問題來了 我們的出口表現這麼好 最大的貢獻是誰 答案還是兩個 第一個 高效能運算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GPU 第二個 AI產品 當然則是AI Server 所以 還是要靠AI 對 還有GPU 高效能運算 好 其實再次去細看 就是在AI的部分貢獻很大 但其實傳產表現是不理想的 也就是出口這麼好的話 真的就是要靠AI 現在並不是一個百滑齊放的 對 我在這幾個月的時間 不斷的出席 中華經濟研究院 台灣經濟研究院 座談會 包含一些審查會 可是你看 我們去開會的時候 常常聽到一個聲音 百頁其實都表現一般般 甚至很不好 尤其像傳產 只有一個比較好 就是跟高效能運算 GPU 或者跟AI Server有關的 那當然 這是對出口的影響 那到底對我們台灣 GDP的影響有多大 我們看 因為我們的出口表現 是不是還不錯 所以我們看 剛剛發布的 亞洲開發銀行 剛剛公布 對台灣的GDP 它上調台灣的GDP 在今年4月的時候 是3% 7月公布 把它上調到3.5% 我剛剛不是講過嗎 中經院上調我們的GDP 台經院上調到3.8% 連主計處都上調 那這個上調主要是靠什麼 答案也是半導體 這個是亞洲開發銀行寫的 半導體跟AI產品 指的是AI Server 所以你看台灣是成長3.1% 韓國是成長18.4% 是26年來 26個月最大的增幅 好 那台灣是靠GPU跟AI Server 韓國靠的是什麼 當然也是跟GPU有關的 它是先高階記憶體 高階記憶體主要是什麼 HBM 那HBM會好 它也是因為吃AI的訂單 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 GPU一定要搭配HBM 所以你會發覺 過去15年 我們常講 一支蘋果手機救台灣 可能未來10年 是一顆輝打GPU救台灣 好 剛剛陳顧問帶我們看到 其實台灣在最新的出口 表現非常的好 最主要靠的 還是AI的一個貢獻